我們就很快的來看一下那個 五母數版的回歸這個 這個單因子獨立樣本電印術分析的回歸分析版 這裡請你們看一下這個報表中 你們本來也是那個linear regression on rank dv 我們只要了解 那這裡我評論你們也知道只有兩個小題 而且其實嚴格來說只有第一個小題 比較要稍微做一些說明 就是它的回歸式是什麼 那因為這裡我就是只使用的是 我是把它的那個e變項把它給等級化 然後你們可以看一下它的這個資料轉換變數 我就是只是把它的那個原來的這個資料 把它給變成排序的這個等級資料而已 然後再用同樣的這個回歸式去處理它 那這邊這個結局又真的是1了 因為那個它主要是沒有辦法算平均 因為我們用等級資料的時候 都是代表說我們都設定它的實際的尺度 是那種只有次序關係的等級尺度 那不能夠做那個數值跟數值之間的四則運算 那所以它真正的意義就是只能夠看 這三組之間有沒有存在那個所謂的差異 這樣子 OK 好 那它這裡因為我 因為這個表 這個ANOVA表是因為 是在這邊那個勾選 這個ANOVA 這個模型系數的ANOVA檢定 它除了跑出這個ANOVA表之外 它還有這個 就是這種多重比較的點 但是它這個並沒有意義喔 在這個等級資料的時候 它這個沒有意義喔 這要請注意的 請注意一下 請注意一下 那你們呢 那你們呢 可以用這個ANOVA模組之下的 這個五母數 最下面的下面 這個倒數第二個 就是Curusco-Wallis 用同樣的方法 但是這次那個 只要 只要丟 這個 一面這樣就只要丟 MOONGAN 然後這邊 這個grouping variable 就是DRAW 那它所跑出來 是卡方檢定 但是這裡的話 我們只要看 它的自由度跟P值 還有這邊 還有這邊 也是看它的自由度 跟P值 是不是一致的 OK 好 好 那這裡只是說是 因為是 如果說它是等級 我們今天覺得它是 它實際上 呃 它沒 它的那個數值之間 沒有那個 可以加減乘數關係的 好 就必須只能 只能夠這樣子來去 除 就是說 是可以用這個 呃 這個 五母數的版本 去處理它 好 但是這個 通常 我是認為 現在 那個現在 因為 如果一個好的實驗設計 是在那個 一開始 你就要確定 你的這個 測量的單位 還有那個 讀變 讀變相的操作 你都到 你都要有一個 確定的方式 去做 好 那你只要用這個 連 那通常我們的這個 測量的 異變相 都會是連續的 特別是 也要找 組跟組之間的差異 好 如果通常在這個 有多個組的實驗 你還 你還要用這個 五母數的話 通常是因為 發現到那個 呃 測量的 一變相 用的尺度 其實跟 一開始想的 並不一樣 就是 特別是覺得 沒有 一開始我們想到 可以做那個 像是說什麼 治療效果之間的 比較的話 那就 沒有那個 比較說 誰高誰誰低 或誰大誰小的意義 才 才會 才會不得不做這個 五母數統計 好 所以在這個 在這種這種多組 比較 我是 我自己的經驗是覺得說 多 就多組比較的實驗設計 會做五母數統計 通常是做一種事後補救 那但是這個事後補救在比較嚴格的科學實驗是 是 盡量 就是說 要避免的 或者說 如果說 你可以反過想 如果說有一個 研究報告 他都是 做很多 多組比較 但是他都是用五母數統計 你可以 稍微 你可以 懷疑 看看 你可以要更加深的問 他到底是 當初有沒有做比較嚴格的實驗設計 OK 所以五母數統計這邊 不要說電子書只有簡單的介紹一點點 我這邊作業也就用兩個小題帶過這樣子